警方在昨日15号晚上10点多接获民众报案 在本辖的台86线有民众在路上 警方获报到场发现有一名男子 那他当下精神状况不是很好 而且脚上有一些伤口 那警方随即把这名男子带回锁 那通知消防分队前往救护 并通知这名男子的家属到锁内 那因为干名男子精神状况不佳 而且脚上有伤 所以先请家属带回家休息 那警方会在今日再通知这名男子到案说明 会员 是 感谢观看